12月25日,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琼瑶起诉余正等侵权案进行宣判,认定琼瑶是梅花烙剧本的作者及著作权人,同时判决湖南京市等公司立即停止公所连城的复制发行和传播,要求被告余正发表公开致前声明,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共计500万元。 不过在25日下午,余正工作室也发表声明,回应该事件说道,余正与四家公司的合理诉求没有得到法院支持,他们对此表示遗憾,并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,证据不足,适用法律不当,因此他们将依法提起上诉,维护合法权益,并期待法律公平公正的裁决。